今天我想說一下我的San Francisco 買了什麼 其實大部份都是化妝品 而且我這一年有一個新革命 就是比去年少買點東西 暫時到現在都不錯 因為現在6月了 真的半年了 我比去年少買了很多東西 而且是時候買少許東西 真的很吸引 去到San Francisco的Downtown 有很多名店 有些化妝品 所以很吸引 所以忍不住就買了少許 也不是太少 也有很多的化妝品 先說一下化妝品 我買了最多的是Cady Poe 這個品牌 如果你們不知道 跟Susaylo是同一間公司 但這個是它的高級版 Susaylo的高級版 而且這個品牌 我從小時候已經喜歡這個品牌 因為這個品牌是頂級化妝品 而且是從日本推出的 所以我對日本的產品 特別特別喜歡 我買了這枝粉底 其實我現在都在塗 而且這個粉底 超級薄 因為我之前也有用過Cady Poe的粉底 但我用濕妝的 那個比較厚一點 遮瑕度比較高 而且這個是美麗的 所以你可以塗兩層 可以做到一個 medium的遮瑕度 這個真的不是高遮瑕度 但我很喜歡這個薄薄的感覺 因為夏天快到了 所以我的妝也不想說太厚 所以美國這裡比較乾一點 它的包裝超級漂亮 然後這裡是金色 而且很高貴的 黑色深藍色 而且這個是它新出的粉底 因為它之前也有支 但好像蓋子應該有點不同 它轉了formular 但我還沒用過之前的 即是舊包裝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 但我用了一次 暫時就很喜歡 它的設計是Pump的設計 所以比較衛生 所以我也蠻喜歡這個 不會弄得很massy 很髒 這個有24度的防曬 其實夏天來說 在LA未必夠 但如果我戴太陽眼鏡的話 應該可以的 除了我出去玩 就要塗防曬打底 之後再塗這個 我的顏色是O10 剛剛姐姐說 這個是第200 第100是I I10 我好像記得 好像Ivory10 它是跟10 20 30 40 就是越高 就是越黑 其實我不是真的很白 因為我 可能臉比較白 我比較白過我的身 然後我姐姐說 我的眼鏡也可以 I10 我也可以 但我想對上頸子的顏色 所以我選了這個O10 暫時我蠻喜歡這個 如果這個好用的話 我稍後會再講一下 下一件就是Katipo的concealer 其實我之前也有它的 但已經不適合色了 所以我要買個新 我那支可能買了兩三年前 因為我之前比較黑 現在白了 所以顏色完全不適合 這個顏色是Ivory的顏色 這個是最白的顏色 而且我也喜歡白一點的concealer 因為如果塗上眼底的位置 就會很精神 是這樣的 是一個好像唇膏 然後可以流出來 這個也可以流進去 它的包裝跟我之前買的 就一樣 沒有換什麼包裝 那些 下一件就是 這支唇膏 這個 我不知道是否叫做lipstick 有點不同 lipstick是比較小 但這個比較長 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盒子 其實我已經用了 但我留下盒子去拍片 就是他們要分開 這個是 Holder 來買的 而且這個是唇膏 心 來買的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價錢 而且隨時可以轉都可以 如果你用完這支之後 可以就這樣買 Refill 放回去都可以 不用另外再付錢去買 這個唇膏 我之前 很久以前 有用過 不過是不同顏色的 他們的包裝 也轉了 這個新包裝 是漂亮很多 它是有一點點 閃粉 一樣 也一樣有這個 後面這裡有些不同 因為我剛才 看回那支 舊的那支 那支應該要扔 因為 應該有四年以上 我猜 我不是太記得 但那支已經太久了 真的要等 這一支的唇膏 是這樣的 而且其實我現在 都在塗 這個顏色 真的超級漂亮 這個也是那天姐姐推介我的 她說這一支顏色 真的很搭配我 而且我也說 這一支顏色 超級搭配我 而且小心一點 這支唇膏 是進不下去的 這個扭一下 不可以扭進去 所以是用的時候 或者 看到它沒什麼的時候 才可以扭 下一個是護膚品 這個 我真的沒有打算買的 但是 那姐姐 猛地推介我 她說真的很見效 很好用 而且我現在 也在用一個 很好的眼霜 所以我在想 買不買這個 眼霜好 她說這個是新出的 這個是 皮膚的 所以是金色的包裝 超級超級 超級超級貴 我記得是120元美金 這個包裝 是這樣的 超級超級高貴的包裝 我這個 還沒用的 所以還沒知效果 這個是眼霜 其實我很少用眼霜 之前送過 Laparin的小小的眼霜 我就用過 但我覺得那些沒什麼用 但這個 我試過它的質地 它是薄過眼霜 但有厚過眼霜 Sales姐姐不斷推介我 這個真的可以去到黑眼圈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 而且我現在用的 Sauceido眼霜 其實也很有效 可以去到我的黑眼圈 我之前不用的時候 黑眼圈淡了超級超級多 但在眼尾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暗 可能我化妝太多 有時候眼霜我也塗在這裡 但也不能改善問題 但大部份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 看看這個會不會去到我眼尾 暗啞的問題 我在Chanel也買了一些東西 我買了四樣東西 第一樣 也算是護膚品 這個是唇 是一個lip balm 我給它的包裝吸引 因為我沒怎麼聽過 有人說過他們用這個 但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而且那個盒子的質地 好像特別漂亮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 而且這個我用了一次 遲些我用久一點 再跟大家分享這個 暫時我覺得OK的 這個 而且它的價錢真的很貴 我記得是50美金 好像比Dior更貴 所以我也想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用 這個 值不值那個價錢 然後就是這個 Eye Shadow Stick 這個是很特別 這個是Eye Shadow 但是一支筆 這個是Chanel新出的 我選了這個顏色 是啡啡的顏色 因為我也喜歡這些大地的顏色 這個是這樣的 可以扭進去的 這個我試過上手 它帶有一點點閃粉 我也覺得挺漂亮的 而且很方便 塗出來的顏色是這樣的 是我平時塗開的顏色 另外它也有一支 有一點點黑色的顏色 我也想買那支 但我想試一下一支 看看我喜歡不喜歡 之後再買那支 因為那支顏色 也是我常用的顏色 然後就是這個Chanel的Eye Niner 其實我沒有用過Chanel的Eye Niner 我想轉一下Eye Niner 我現在正在用Stella那個 其實那個也不錯的 但我在Chanel的Chanel那支顏色 所以我看到Eye Niner 所以想試一下新的 所以買了這個 這個跟Stella的Tip是一樣的 有一點點像marker 我也畫過上手 畫得很幼 所以我想試一下這個 這個我會遲一點再試 因為我現在的Stella那支 其實還沒用完 我買了黑色 就是這個 又是最新出的 胭脂膏 或者胭脂stick 又是很方便的 有一點像剛才的Eye Shadow 又是一支東西 有一點像唇膏 但粗一點 然後它的包裝也是超級漂亮 而且這個也挺重的 我買了這個色的胭脂 是有一點像我平時塗開的顏色 然後我在那裡試過上手 真的很漂亮 而且很容易推 不是很難推 而且很滑 而且它帶有一點點的閃粉 真的很少 跟我平時塗開的胭脂不同 因為平時我都喜歡塗胭脂 有很多閃粉 但這個有輕微一點的閃粉 但我也覺得這個夏天會很好用 因為夏天會出汗 這些膏狀的胭脂會保持得好一點 妝子會長久一點 最後一件化妝品 就是YSL Highlighter的筆 這個我經常聽到人說 很好用的那些 所以我很想試一下 這個是很漂亮的金色包裝 然後我選的顏色 就是2號的顏色 那個姐姐說這個顏色 會比較適合我 而且會比較明顯 輪廓會比較飽 因為我平時也挺重手的 打這個Hightlighter的時候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顏色 我知道太多出來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用的 它的顏色就是這樣的 是比我的膚色淺一點的 這樣是正常的 因為平時Hightlighter 是比你的膚色淺一點的 我沒有用過這個 我遲些 如果好用的話 我會繼續分享 差點忘記說 K-DPO每滿300元 送這個禮物 這個是一個 一些相片 但比平時的 比較大一點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防曬 其實我沒有用過K-DPO的防曬 因為我用HIGHSUSEDO的防曬 這支的尺寸也挺大 遲些我會試一下 還有這個 只有22度防曬 好像不是太夠 因為我現在用的那個 好像差不多是50度 好像42度防曬 之後 我就送這個 我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小小的K-DPO的Mascara 最後送的 就是這個 眼霜 我記得 因為我之前 他們也有送給我的 我之前在K-DPO買東西的時候 是很小的 而且這個 質地很好的袋 好像蜂褲質地的袋 然後 sample 姐姐也送了超級超級多東西給我 尤其是K-DPO的姐姐 真的超級超級多 我就不逐樣逐樣 真的給你們看 因為真的太多 這一堆都是sample 而且這個也是sample 因為這個 白色這個 就是連著這個袋 去送的 因為我分別 兩天去買東西 所以我就有這個袋 我記得買滿100元 就有這個袋 還有這個sample 但是另外K-DPO的姐姐 送了很多K-DPO的sample 還有Chanel的姐姐 也送了一些給我 但她送的沒有那麼多 但是那些sample 尺寸也蠻大的 好了 說完化妝品 我也買了兩副眼鏡 一副是平時的近視眼鏡 另一副是太陽眼鏡 首先我說了這一副很特別的近視眼鏡 這一副眼鏡 其實我買的原因是因為我那天去看球 但我忘了戴眼鏡去 因為我坐的位置很遠 超級超級超級遠 所以我要戴眼鏡 如果不是整場比賽都看不到 所以我馬上去配 配了這一副 然後我選了這一副 是因為它可以這樣 這一副可以收到這麼小 超級超級小 超級方便 我另外也要買一個小小的眼鏡袋 去入住它 因為我買眼鏡的時候 她也送了一個眼鏡盒給我的 但那個盒是正常的 那些盒 旁邊這裡有寫著 有很多東西 另外我的近視其實不是很深的 平時我不戴眼鏡 除了晚上開車之外 日常開車我都能控制到 我這隻眼睛是-125度 就是在美國 另外這隻是-150度 這隻就深了 深了一點 我不肯定美國的倒數 如何轉回香港的倒數 但我的近視不是很深的 如果你站著我都認不出你的 未至於認不出你的 另外那個哥哥很好人 因為他入錯了一點東西 所以久了一點時間 他又送了這一盒的眼鏡紙給我 類似消毒藥水紙 但是用來抹眼鏡的 即是用漬器那些 裡面也有很多 超級多 所以我可以慢慢用 另外一副眼鏡就是太陽眼鏡 我在Lasca買的 就是這副Gifonji的眼鏡 我不肯定是不是這樣讀 因為我第一次買這個牌子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這副太陽眼鏡 很適合我的臉型 而且特別一點 是方形的 所以我就買了它 另外一個鏡片也很夠黑 因為這裡真的超級超級曬 我每一次外出都要戴太陽眼鏡 就是這樣 旁邊就是這樣的 整副眼鏡都很方 而且這個是不黏著臉 其實我現在用的都不黏著臉 但也很接近黏著臉 這個是完全一點都不黏 除非我笑的時候 就會碰到臉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最後兩件事 就是衣服 起初我也想買不買衣服 因為我真的太多衣服 真的不想買衣服 但後來也買了 因為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去San Francisco的原因是看球 所以要買衣服留念 這個是這樣的 是一個圓領的衣服 而且這個衣服上面寫著The Finals 所以真的很值得留念 這件衣服 最後一件衣服 就是這件灰色的Finnick的衣服 上面寫著Golden State Warriors 很特別 後面就是沒有東西的 好了 這個扣白分享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Bye Bye